台中一间人力派遣公司 在深夜发生了斗殴事件 一度传出有人被刀给刺伤 而根据警方的说法 原来是一名黄姓男子 不满同宿舍的同事批评他 打赤膊 卫生习惯不好 喝了酒之后爆发口角冲突 还拿起螺丝起子 攻击对方跟劝架的同事 而黄姓男子行踪之后 逃离现场 三杯黄糖下肚 喝醉的工人们 当着警察的面前不断咆哮 一个比一个大声 两名男子被对气所伤 救护员帮他们包夹伤口 警方接获报案 这间人力派遣公司 宣言发生酒后斗屋事件 一度传出是拿刀刺伤人 而行创的男子早已逃离现场 听到人大吼 然后摔东西的声音 穿着黑衣服的 他都一直往那边走 感觉感觉忘记 没多久警方在一条死上 逮捕到行凶的黄姓男子 经过调查 黄姓男子跟张姓男子是同事 同住在宿舍 酒后黄姓男子不满被批评 打赤膊 卫生习惯不好 发生口角冲突 拿螺丝起子攻击 导致张姓男子 还有另一名劝架的同事受伤 虽然被刺伤的同事不愿追究 不过黄姓男子酒后伤人 又被查出诈欺 同气身份 仍是被警方 一送法办 叫潘昕红贤迷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